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tor 今天我带你来到一个环境超好的地方 Avira Garden 就在 Merdini Area 今天我要带你看的这个屋子 它是我本身身为一个新山人 土生土长的新山人 我觉得 JB 里面很少有的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 如果是我 买 Landed 我会希望买在这样的地方 这个环境真的是很好 我给你看一下它的环境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小 Pocket Garden 这样子 它这边它的绿化做得很足 你可以看到它的绿化做得很好 到处都有这些小小的 Pocket Garden 看到吗 你看那边又有一个小小的 Pocket Garden 你看它的路也是很大 绿化也是做得很好 Maintainment做得很好 后面还有 Side Garden 我给你看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Side Garden 我今天带你来看的这个地方 它就在 Merdini Area 靠近 Putri Harbor 在这个 Iskandar Putri 这一区 我们的这个地点去 Drusling 就是大肆关卡 就是大肆关卡 Drusling CIQ Second Link 只需要十分钟车程 超级靠近 十分钟就可以去到 Drusling 可以看到吗 后面还有一个这样的花园 这边的环境看到吗 屋子后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园走道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二十尺这样的地 所以我们这个地点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去到 Drusling 关卡直接进到新加坡了 所以如果你是要去新加坡工作的话 这边是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这边如果假设你不是驾车的话 其实这边附近在三位西区那边 它就有一个CW的巴士 CW的巴士可以直接去到新加坡了 CW可以通过 Drusling直接进到新加坡 所以我今天带你来看的这一间 它是在这个Avira区这边比较新的一间 然后它是交屋子只有两年罢 刚刚交屋子只有两年罢 然后我们这个地点也很方便 为什么 因为它就在Gaghouse这边罢 看到吗 前面那个就是Gaghouse了 所以我们这边这一排是Unblock View来的 我们这一排是Unblock View来的 所以你住在这边就比较舒服 基本上这一区只有这一排是Unblock View 只有这一排是Unblock View 所以Unblock View的好处是什么 你住了比较舒服 你对面没有邻居嘛 不会这样Gagsy嘛 对不对 而且你前面就是Gaghouse了 所以就特别安全 OK 所以我今天来看的是这一间 这一间它是一个二手单位 它是一个二手单位 但是它的物领很新 两年罢了 基本上屋主没有什么住过 屋主只是装修罢了 它装修了没有什么住过 它就要卖 OK 那我带你进来看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发现的就是 它这里它很阔 它虽然它是排楼 可是它很阔 我们的土地面积是27x65 它是属于比较宽的 它属于比较宽的 所以可以看到 它除了有一个双大门以外 可以看到它的门是比一般的门大 双大门以外 它还有空间做一个小门 OK 它做了一个大门 还有空间做一个小门 因为它这边非常非常阔 还有这边因为它的管理做得很好 所以虽然它这边是Individual Titer 可是你往外看 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基本上它的外观都很一致 它这边的外观都很一致 好像我们做Individual Titer 最大的一个挑战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 你一排下去 你的邻居全部装修到 哇 fancy fancy 或者装修到不三不四 你回到家你的心情就不好 对吗 原来有些黄色啊 青色啊 红色啊 哇 但是你看这边 哇 外观全部是青衣色 很舒服的感觉 小清新 木济风 OK 所以我们进来 等你看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外面这边 屋主本身是有做了一点小装修 他把它的地砖改了的 原装饭上这边是给一些石头啊 一些Plyvillium 他就把它铺成地砖 所以他直接做成这样的一个外形 这样的一个地砖车房会比较容易打理 比较容易打理 然后这边你可以放两两车 两两车不是问题 然后因为是27车嘛 很宽 所以你旁边还可以种一点园翼啊 旁边还有走路的地方 OK 旁边还有很多走路的空间 然后这个地方 屋主他铺了砖过后啊 这个地方 他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像你一个outdoor的dining 然后你这边可以做成你的outdoor dining 你可以这边放一个餐座 或者是你的小孩子可以在这边玩 他的一个户外空间 而且这边呢他上面是透天光的 OK 所以这边的采光也很好 这边的设计很特别 他这样做进来 所以你整个客厅啊 包括楼上的房间 然后你看 采光是很好的 采光是很好的 OK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物质 OK 所以你看到他这边用的用料 都是大料 他都是用大料的 包括他的sliding door啊 窗口啊 地砖啊 全部都是做到很精致的 全部做到很精致 一进来你感觉到什么 天花板很高 对没有错 你可以看他天花是非常高的 好 天花很高 OK 差不多有11厂吧 11厂 OK 然后采光很好 他这边是open concept 但是他的客厅是个l shape的 好 我们这边上来客厅 可以看到哦 他这边采光很好 因为他这边吃进来了嘛 对不对 这整片都是采光来的 哦 而且他天花很高 采光 而且还有很多细节 什么细节 比如说你看啊 他的curtain是吃进去的 看到吗 他的curtain吃进去 他的aircon也是consume进去的 看到吗 他上面有两架aircon 他是藏进去的 所以这样的设计哦 他就设计到很好 我们这一间 基本上他是full finished 你可以直接买了零包入住的 外国人也可以购买 因为这一区他很特别 这一区呢 外国人啊 是不限购的 就是讲他没有价格所谓的限购 多少价钱外国人都可以买 当然这一间他的价格是高过100万 这一间价格是高过100万 这边基本上啊 这价格都是高过100万 因为你买空的 都是高过100万 这一间都full finished 基本上他是零包入住的condition 所以这一间我觉得他装修得很精致 包括你看屋主的电视机啊 橱柜啊 这些东西都是做得很好 OK 都是做得很好 然后这一楼呢 他是用粉色系为主 粉色系为主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不用view哦 如果像我不喜欢 你就可以换一下颜色啦 OK 所以这边是我们的这个用餐间 用餐间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用餐间 这边还有一个饭亭 用餐间跟饭亭 OK 他这边很特别哦 可以看到很特别哦 他后面哦 他有一个garden 后花园这样子 我给你们看 所以这边哦 是屋主自己盖起来做出去的啦 所以这一个空间哦 其实啦 他原本他是开放式的 他是开放式的 屋主自己extend出来的盖住 OK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拿来晒衣服 养穷物啊 还是做什么东西都可以 又或者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地方extend 做多一间房间 都是没有问题的 OK 你看这个空间很大是不是 你要加多一个房间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超大的空间 哦 你可以加多一个房间没有问题 然后后面这边还有一个小门 可以直接通到刚刚我给你们看的那个后花园 OK 这边还有一个小门 可以通到刚刚我们讲的后花园 OK 所以这一间他的空间感是很够的 底楼的厕所在这里 来给你们看 这个是底楼的浴室 底楼的卫生间 OK 他的洗手盆坐在外面 厕所坐在里面 OK 这个是底楼的厕所 厕所坐在里面 小小个啦 OK 小小个厕所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 OK 这边是我们的厨房 这个是饭厅哦 这边是我们的厨房 这些都是屋主自己做的 可以要用的料全部都很好 屋主自己做的 OK 那么当然如果假设你要把它做成一个close kitchen 你也可以把它封起来啦 你这边可以封起来做成close kitchen 这边有个门 这个门呢是可以直接通去前面的 好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佣人的话 还是前面做party 你要直接进来 比较方便咯 你厨房可以直接拿食物去外面 不用经过客厅很麻烦 OK 可以直接进来 而且也提供很好的采光 可以access 然后你看的话很 他很细心哦 他还做frosted 看到吗 他把这边黏了那个 不透明的膜 所以有隐私性 后面这里呢 原本啊原装啊 是一个私厨房 他有佣人方来的 不助他把它改造成一个小房间 他把它改造成一个小房间 当然你要把它换成一个stor room 还是什么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只是讲他现在是做成一个小房间啦 做成一个小房间 OK 所以也是有很多的空间给你发挥 后面还有一个门 通到刚刚我们后面的后院那样子哦 所以你看看他整体的空间感是很够的 空间感很够 然后采光也很好 这个屋子基本上非常适合小家庭 非常适合小家庭 而且这个地点哦 我要讲哦 很特别的是哦 他这个地点哦 除了靠近Twas以外啊 他这边 刚才我讲嘛 车程10分钟就可以去到Twas Seconding CIQ 然后进到新加坡 又或者是你可以坐CW 直接坐巴士 去到新加坡 这边哦 他还是一个学取房 为什么 因为这边哦 你走路啦 两分钟到五分钟 对面啊 就有Sunway International School 很出名的Sunway International School 还有最新开的细花滑销 哦 细花滑销 我最近有很多客户哦 他们特地搬来这区 就是因为细花滑销 还有Sunway International School 所以这边呢 也是一个稳稳的学取房 这边对面呢 就是Sunway International School 还有细花滑销 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呢 也是非常方便 为什么 你这边对面呢 就是Sunway Citrin Mall 这边就一个小小的Sunway Citrin Mall 里面有很多吃的啊 那种Grossery 还有Jaya Glosser 高级的Jaya Glosser 如果你是讲 要去到普通的话呢 其实这边附近 也是有那个Sunway Big Box 也是另外一个Shopping Mall 也是买Sunway的 Sunway Big Box Sunway Big Box在里面就超大 超大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然后啊 它还有NSK 就是比较平价的 比较平价的超市 所以基本上这边 你要高档的 你要平价的都有 都找得到 所以住在这边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而且这边的整体规划 也规划到很好 基本上这边啦 不会塞车的 这边不会塞车 因为它规划到很好 OK 所以我们上二楼 你可以看到二楼 我们上楼梯之前 它这边还有做一个窗口 它这边还有做一个窗口 所以这个窗口 它就给你的楼梯有采光 这样子啦 就比较特别 我很喜欢 从楼梯开始 它用的都是石木的地板 它用的都是石木的后片地板 OK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楼梯很长 所以它这个楼梯的设计 其实也是比较精心设计的 可以看到它楼梯是比较矮的 比较矮 你看它的step比较矮 OK 所以它这个是比较适合老人家 很适合老人家 或者是小孩子 小孩子不容易跌倒 它搭配扶手 OK 比较矮 搭配扶手 而且它这边还有做一个环虫区 OK 所以它这边走起来很舒服的 你看我走起来很舒服的 OK 非常非常舒服 你要自己感受一下 我这样舒服你也感受不到 OK 所以来到这边 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客厅 一个小的客厅 这一层呢 有三个房间两个厕所 三个房间两个厕所 这个是我们楼上的厕所 浴室 浴室非常的大 浴室非常的大 OK shower screen也做了 浴室非常的大 采光也很好 OK 后面有个小房间 这是一个后面的小房间 你讲小房间哦 其实它不小的 可以看到吗 很大一下 它的房间 它放双人床 它每一间房间都是放双人床的 都是放双人床的 而且它壁厨都做好了 可以看到吗 这是它的壁厨 这是它的壁厨 所以你买的话 这个壁厨也是你省下工夫 不用做 而且我觉得这个屋厨很有品味 很有品味 是我喜欢的设计类型 OK 所以你看你这个壁厨 送给你好了 OK 做了一个这么大幅的壁厨 放了双人床 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看到吗 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Aircon也藏起来了 然后彩光也很好 可以看一下这边 彩光也很好 很大幅的窗口 这边用的都是很大幅的窗口 这边它设计的都是用很大幅的窗口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 也是一样 放一个双人床 放一个双人床 Aircon 风扇 还有壁厨 全部都做好给你了 全部做好给你了 Condition也很好 然后因为 它楼上 它楼下是有那个 刺进来的那个位置 所以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窗口 开到很大 而且是向前的view 所以你的小房间 也有向前的view 因为它刺进来了 所以你楼上的房间 有向前的view 最后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主人房就超大 超大 做了一个壁厨 OK 不够的话 你其实可以再做多一个壁厨 这边可以做多一个壁厨 超大 这边一个进来 这边放双人床 你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你看到吗 它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可以做一个书装台 还是什么 可以加一个壁厨都可以 然后这个是向前的view 看到吗 向前的超大幅的窗口 前面就是我们的壁厨 这边是unblock view 所以这一间的话很特别 这一间它是unblock view unblock view 基本上这边的入住率很高 OK 我们Avira这边 你如果来看过 它这边的入住率非常非常高 第三期 我们在第三期交所是不到两年 物住率非常高 你要找到要卖的人都很难的 OK 所以这一间屋主 它是要卖的 因为它改变它的计划了 OK 所以你来看一下 这边是它主人房的厕所 主人房的厕所 因为酒店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它是分离的 这边是你上厕所的地方 还有洗漱的地方 然后冲凉藏在后面 冲凉的地方藏在后面 好像很hotel style的感觉 很高级很高级 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高级 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高级 我很喜欢这边的设计 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主要是它这边的地点也很好 它地点也很好 地点也很好 物质也很大 物形的设计也很好 那是适合小家庭 适合小家庭 OK 那么这一款的物质 我 summarize 一下 它的大小是27尺宽 乘65尺长 它这边都是花园设计 所以它这边基本上非常低密度 绿化做到非常好 然后这一排是unblock view unblock view 所以你前面是没有邻居的 前面就是guard house 非常安全 我们这边也是有cloud facility 这边有健身房 游泳池 这些全部都是有的 所以非常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后面有花园步道 然后这边用的料都是很好的料 都是用大料 看到吗 很好的料 都是用很好料 这边的quality是很好的 这一间是fully furnished 然后基本上它是拎包入住的 好 地点上来讲的话 这边基本上十分钟的车程 你就可以去到 Twas Second Link CIQ 直接进到新加坡 你要搭巴士也是很容易 我们这边有巴士 是直通去到新加坡的 走路的话 这边也算是学区房 因为对面呢 就有 Sunway International School 还有我们的细化滑销 OK 还有这边 shopping mall 也是很 走路就可以去到 Sunway Citrine Mall 那边里面就有很多东西 包括Jagosa 那么如果你再去到远一点点的话 基本上开车一个两到三分钟 就可以去到 Sunway Big Box Mall 上面 Big Box Mall 里面就有更多东西 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超市 购物广场 那边的话就还有 NSK 比较平价的 Supermarket 所以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东西要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 Avira 这边呢 它这一区 它是属于 Private Lease 的 Private Lease 简单来讲 它就算是珠品地契啦 但是 它很有可能会转化成永久地契 很有可能 已经有非常多的消息传出了 很有可能转化成永久地契 所以可能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它现在还是珠品地契 但是很有可能 你过后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已经是永久地契了 OK 那么如果假设现在 卖出这个价钱 它已经变成永久地契了 它的价钱肯定会再起家 因为它这么好的地点 这么好的配置 这么好的用料 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方便的地方 周围有这么多生活技能 这么好的生活圈 可是它是珠品地契 但是它变成永久地契 它加钱肯定会加上 OK 那么现在呢 暂时还是珠品地契 但是有很多消息指出 它会变成永久地契 所以我们现在 就在这个Avira Garden 这边的Cup House 就在它的Cup Facility 看到吗 这边有一个超美的一个湖 一个超美的湖 就在我们的这个Avira 隔壁哦 然后我们这边呢 就有这样一个湖景公园 有这样一个湖景公园 你看一下 它整个做到很像 很树林的感觉 然后上面 还可以上去 看到吗 这边可以上去二楼三楼那边 可以欣赏这个湖景 傍晚的时候 就可以跟家人来这边 散步啊 跑步啊 跑完了耶 就上去那边 跌一下 连底楼耶 这边就是我们的Gym 看到吗 这边也是有一个休闲区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Gym 这个Gym就是 for这边的Residence的 可以看到吗 一个小小这样的Gym 但是OK啦 什么东西都有 OK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Gym 外面有这个湖景公园 然后 呃 那边还有一个睡眠铺 超美的睡眠铺 我觉得超美 OK 大家一起看睡眠铺 OK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 Avira Garden的睡眠铺这边 我跟你讲哦 这个睡眠铺哦 整个做到很Resort style 很Resort style 我很喜欢 我真的是很喜欢 它不是很像那种哦 讲哦 我这边有睡眠铺啊 我随随便便给你一个睡眠铺 这样不是耶 它这边呢 做睡眠铺啊 是很认真做的一个睡眠铺耶 可以看到吗 这边是它的厕所 Changing Area 这整个大大个的地方啊 有点像这个 呃 hotel的那个 reception这样啊 有没有很像hotel的reception这样 很像你去check in啊 那种Bali啊 Battam啊 那种hotel啊 那种reception这样啊 它的resort 哦不是 这个哦 就只是 你的家人呢 在游泳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边休息的地方 哦我超喜欢 看到这个地方 看到吗 它有这样大个的地方哦 只是for一个休息区 只是for它的休息区 只是for它的休息区 然后哦 刚刚我没有讲这边的地点很方便 看到吗 那个就是Sumway Citrine了咯 啊 那边是Sumway Citrine咯 所以很方便的这边 这边很方便 那边就有很多东西 买啊 吃啊 很方便 就在对面罢了 你看这整个地方很认真哦 它睡眠铺座很认真 连这边就是我们的睡眠铺了 超美 看到吗 超美 它这边整个的环境就真的是很好 环境很好 你看到吗 整个环境非常好 也是有人打扫的 它维护的很好 你看 这个Infinity Pool这样的感觉 整个睡眠铺很大 它的这些 懒人椅啊 全部免贴到很好的 全部免贴到很好 还有这边 OK 然后隔壁就是我们的那个Lake了咯 隔壁这边就是我们的Lake Garden了 看到吗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它这边的环境 太喜欢了 OK So 这一代的房子我们都有卖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物质有兴趣的话 或者有任何关于房产event 都可以来咨询我 OK 我是 Victor 我们下期见 拜拜